伊朗的革命卫队证实了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哈马斯首脑哈尼亚 30日在伊朗遭到了击毙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30日遭到以色列空袭 击杀真主党内最支撑的指挥官苏克尔 造成了三名平民死亡 根据了解这个攻击就是一个报复行动 短短一周我们看到互相攻击暗杀事件频传 一边是中方才刚抛出北京宣言 另外一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他才刚去了美国国会演说 为什么才反国之后立刻又大开杀戒 他是同时打脸美中吗 以军在30号也攻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部地区 真主党现在证实最高阶的军事指挥官苏克尔被击毙的消息 而黎巴嫩官员更警告说 真主党很有可能会展开报复行动 面对如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空袭行动之后 也对以色列的公民说 以军已经做好准备 呼吁大家团结一致 应对接下来各方面的威胁 以军在30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部地区 发动空袭 在行动过程中成功歼灭 在以军与真主党交战的这10个月以来 苏克尔是真主党中遭到以军所击杀 未接最高的指挥官 消息还指出至少两名女性及两名孩童 在空袭中丧生 里巴南官员还指出 预期真主党极有可能会展开报复行动 就在苏克尔身亡的消息传出之后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31日凌晨 于德黑岸的住处也遭遇攻击丧身 一方连续消灭敌人首领的行动 让各界都相当忧心 中东局势紧张程度升级 在被鲁特发动空袭后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乎出面发表谈话 警告以色列公民 接下来的日子会充满挑战 纳坦亚乎还指出 以色列在对抗的是 伊朗组成的邪恶轴心 其中就包含哈马斯 胡塞组织以及真主党 以色列已经在过去几天 针对这些组织一一展开打击 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也在视察空军基地时 表示以色列并不想要战争 不过还是正在为各种 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 不过如此一来 中东地区战争扩大的可能性 也只会持续增加 欢迎新闻赵阳俊 最后报道 来关心中东局势恐怕出现震撼变化 哈马斯领袖哈瓦尼在伊朗 遭到了暗杀身亡 外传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 直接袭击以色列 中东开战一触即发 但美方说完全不知情 群众聚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抗议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遭遇暗杀 誓言要讨回公道 最近哈尼亚在德黑兰被击毙 以色列虽然没有承认发动攻击 但是马上成为头号疑似凶手 以色列过去有多次远程刺杀跨境攻击目标人物的记录 目标除了哈马斯领导层 也有真主党高层人物 美国官方回应并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其中 开心与官员合照 回到事发当天 哈尼亚在30号前往德黑兰 参加伊朗新任总统 裴泽斯基安的就职典礼 不料就在31号凌晨2点左右 与一名保镖在住处遇袭身亡 对此哈马斯指控哈尼亚死于犹太复国主义者 也就是以色列的袭击 哈马斯政治局成员也放话 不会让哈尼亚白白送命 黎巴嫩真主党 夜门青年运动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以及俄罗斯 也都发声谴责暗杀并悼念哈尼亚 在伊朗遇刺身亡的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他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 也命丧以色列空袭 尽管哈尼亚措辞强硬 但与加萨内部哈马斯 更强硬派的成员相比 他依然被许多外交人士 视为温和派 如今突然身亡 这对哈马斯造成了严重打击 也触怒了伊朗 可能会引发伊朗 对以色列的直接报复 中东冲突恐怕进一步升级 欢迎新闻吴光诚综合报道 以色列在30日 罕见地轰炸了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并称他们击毙了 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指挥官 这次的攻击 是为了回应上周 真主党对戈兰高地的 火箭攻击的报复行动 也造成了12名的孩童丧命 而在以国境内 最近则传出军人 虐穷的事件而遭到逮捕 因此出现了示威者 硬闯军事基地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30日傍晚烟雾弥漫 消防车身大作 以色列军方声称 在这起攻击事件中 击毙了黎巴嫩真主党 高阶指挥官苏克尔 他因参与1983年 对黎巴嫩美军的炸弹攻击 而遭通弃 乙军也认定 他是上周戈兰高地 火箭攻击的主谋 黎巴嫩官方表示 有三人在乙军的轰炸中身亡 但没公布苏克尔是否在死亡名单中 而在加萨南方的甘佑尼斯 经过乙军八天无情的攻击后 乙军终于在30日撤退 加萨卫生部表示 至少有255名巴勒斯坦人 在这场攻势中上升 但民众仍然冒着 有可能被战火波及的风险 回到家园 而在以色列国内 9名涉嫌虐待及性侵 巴勒斯坦囚犯的以色列军人 遭到军方审问后 遇前出现了大批示威群众 抗议政府逮捕军人 而这些示威者 甚至闯入了关押嫌犯的基地 甚至有多名以色列部长 以及国会议员 在现场支持示威者 因此以国反对派领袖拉皮德 也要求在国会收会期间 紧急举行辩论会 并称这起硬闯基地的事件 已经对以色列的民主形象 造成重大威胁 欢迎新闻发言之日 这何报道 在4月19号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传出对伊朗 发动了暴富性的攻击 而根据外电的报道说 伊朗官方试图要淡化 这次的攻击 伊朗官方的官员 也向路透社表示说 伊朗并没有受到 任何外部的攻击 相关讨论更倾向于是 遭到了渗透 而不是攻击 还说是有外国媒体 在刻意的操作 那么伊朗政府目前 也没有针对这起 所谓的暴富事件 提出反制以色列的计划 伊朗国营电视台 也报道说 在19号 大家所看到凌晨 说听到有爆炸声响 是防空系统在伊斯法罕市 也就是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 在这个地方的上空 击落了三架伊朗境内渗透者 所操纵的无人机 而美国媒体ABC的最新报道说 被攻击的伊斯法罕核设施附近 被攻击的是军事雷达战 现在众说纷纭 而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状况 是伊拉克亲伊朗的军事基地 也传出遭到了突袭 造成了一死八伤 但目前针对这个事情 美国跟以色列都否认是他们攻击的 好 我们先来看 在4月19号 所谓的暴富性的攻击 伊朗方面看到是刻意的淡化 而且强调说是来自于境内的渗透 不是外部的攻击 所以现在大家想说这是一场罗生门 有点物理看花的感觉 靖哥来看出其中的玄妙之处在哪 我想基本上就整体的态势而言的话 以色列没有持久作战 以及扩大战局的本钱 但是伊朗与恒权势 只要能够对于国内民众有个交代 他没有跟他继续纠缠的兴趣 我们观察一下最近这个标准普尔 Standard and the poorest 已经将以色列的性贫降等 我认为Moodis跟惠玉Finch的 很快就会跟进 因为他动员了七分之一的劳动力 去投入这场对加萨的战事 而且在北部还保持戒备 国内的反对内唐亚胡的情绪 已经到达了极点 在这次双方交锋而言的话 在伊朗他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 因为这一次是伊朗首次从本土发动攻击 而且可以远程实施火力打击 所以在这个样子 伊朗已经是赢家赶打就已经赢了 但是伊朗很明显的 德黑兰他希望能够压制外溢的效应 特别他现在追求跟利亚德的和解 那假如要跟这个以色列交锋 必然要通过这个利亚德这个沙烏地的上空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自我约束 双方点到为止 那同样的这一次以色列这样回击 也是点到回一次 因为伊斯法哈在那边他打在门口 他没有打到那 事实上我就是说我可以点一下你 我可以打到你 但我可以自我约束 我也不打到你 这个好友一笔 采花贼半夜偷偷溜到美女的床头 留了一朵花 然后离开 第二天美女就知道了 有人来了 对大家点到为止心照不宣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表个态 其实不管是对伊朗是如此 对以色列也是如此 刚刚提到说 最早证实说以色列有发动暴富性攻击的 就是ABC 那在画面上我们提供给大家 ABC又在报道说 其实在4月19号 以色列的进攻是由战机 那么由伊朗境外发射了三枚飞弹 摧毁伊斯法罕当地的一个雷达战 美国官员也表示说 这次的空袭范围是非常有限 所以看到以色列选择暴富伊朗的方式 是相对来说是克制了 但是纳坦雅胡到底有什么用意 还是说最近也看到一些分析说 这至少看得出来 美国在背后对以色列还至少发挥了一些影响力 之前本来说是以色列是完全不受控的 所以刘老师怎么看 当然也有一些说法是说 这会不会是以色列的计谋 因为现在不是传出说 用伊朗来换禁军拉法 这里面有政治也有军事 我们一个个来看 事实上如果你看从4月1号开始 以色列他就攻打叙利亚的 在大马士革的领事馆 然后才有4月13号伊朗的报复 4月19号以色列的报复 那么其实这里面 一个我觉得讲两个政治上的目的 政治上的目的第一个就是 你想美国现在对以色列 实际上很大的压力 然后纳坦雅胡 他就一直抗拒美国的压力 他常常也不太理美国 所以怎么样的让美国说 确认美国还是在以色列这一边 那我最好就把这冲突给引爆 引爆让以色列 如果跟伊朗发生冲突的话 那你美国实施表态 美国表态你比如说 你再怎么讨厌 再怎么讨厌纳坦雅胡 你还必须说 我必须支持以色列 而且他也知道 国际上很怕的事情 如果这样怎么升高怎么办 所以你看果然就是 当伊朗攻击以色列之后 那么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就告诉一些说 你要克制 你要克制 那怎么样让你克制呢 我们去制裁伊朗 我们制裁伊朗 你不要报复 我们制裁伊朗 那我们制裁伊朗 我跟你在一起 这也是以色列的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 如果升高跟伊朗的冲突的话 你晓得以色列内部很多人 叫纳坦雅胡要下台 内部的压力很大 你也可以转移内部的压力 那第三就是 梁政的目的以外 一个军事目的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 本来的重点都在 以色列会不会去打 加萨走廊南部的拉法 那现在就讲说 以色列跟伊朗 会不会互相报复 会不会螺旋升高 没有人在谈拉法的事情 就是你转移助力到拉法 拉法那所以 以色列会不会 趁的时候 他会人打拉法 这是一个问题 有点声东极西的感觉 有点声东极西 一点不错 但是你晓得 纳坦雅胡 他这个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他的每件事情 都是政治算计 我要不要 怎么报复伊朗 我怎么打哈马斯 我打到什么地步 在国际上怎么反应 美国怎么反应 所以每一个事情 我都在算 要算他要算到 那么刚才张定雄也谈到了 就是说伊朗的问题 伊朗也在算 你想得去年3月10号 不是中国刚刚才调停了 伊朗跟沙奥地 那我们看到 中东的情势又改变了 东西改变 伊朗跟沙奥地 好像拉得比较近 那如果伊朗 如果真的要报复的话 那跟沙奥地的关系 是不是搞坏了 所以以色列 他当然也算到这一点 伊朗不会真的报复 那我以色列 我也不打 真的打 所以才会说像烟花一样 砰砰的烟花 所以你看起来很紧张 股票跌得很惨 但是你看起来 它基本上是军事 其实我觉得背后 政治的目的要多 因为既然是政治目的要多的话 所以它就不太会升高 这感觉好像是 以色列绑着美国 因为最近在联合国 你也看到说 美国投下了否决的票 反对就是巴勒斯坦 加入联合国 成为这个会员国 所以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中了 这个纳坦雅胡的计谋 但有没有可能 到最后变成是弄巧成拙 这要继续来关注 伊朗总统莱希 他也曾经透过 联合国大会的机会 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面对面的会谈 讨论什么呢 讨论伊朗核开发 还有提供俄罗斯无人机 相关的议题 莱希也希望透过 跟日本之间的 传统友好关系 把日本当做一个桥梁 摆脱日本被国际孤立的局面 我们知道说 日本它是G7 在印太地区 唯一的一个国家 当然现在看到说 伊朗希望透过 日本跟G7的国家 来做沟通的桥梁 这个原因除了长期 是因为日本是买油大户 因为它有九成以上的原油 都是从中东地区买来的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蔡老师怎么看 而且另外要问的是说 日本真的有办法 要成为桥梁吗 这个的话 我们可能要从历史上面 来去做一个解释 这是两国的一个关系 我们根据一下 伊朗在日本的一个大使馆 他们就会去讲到 为什么他们两国家会这么好 他们为什么会去相信日本 因为根据他们的官网 1878年是他们两个国家 正式接触的一个时间点 1878年就是所谓的 明治天皇的一个时代 就刚好上这个节目 今天刚好戴这个口袋金 上面这个叫五三桶 五三桶的话 就是天皇四 给下面的可以去用 各位再看一下 日本的这个国家 他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桶 叫做五七桶 就刚好这个人家 这个很巧很巧 今天刚好戴这个人 为什么会跟这个牵扯在一块 因为日本政府在明治的时候 就会跟伊朗开始建立很好的关系 还有一个伊朗 为什么相信日本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把所谓的石油国有化之后 就遭受到美国跟英国的一个禁运 那这个禁运的一个情况之下 日本他就四处友好 他派了一艘船去跟他们买 买了这一艘有 这一艘船有 所以伊朗会觉得很感激 有点像我们台湾那时候 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那个疫苗不够 日本送我们那个疫苗 我们就会非常的一个感激 所以根据这件事情之后的话 伊朗就很相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日本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们就不能够有一些军备的 不能够派到海军外 派过军队出去外面 他们只能够扔到一个救援 所以长期以来伊朗他们就很相信 日本你这个国家不为军事介入 而且我们在刚刚主任你所说的石油这个关系 对日本而言石油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刚刚主任你讲的 对对不对 就是从那边过来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平常就会有一个往来 往来就刚刚说在联合国里面往来 所谓的他们的首相跟他们的领导者 也都会有一个见面 这个是从1878年 也就是所谓的53同57同开始建立起来一个信赖关系 那蔡老师我就想问就是说 刚刚提到说那日本对于G7 现在伊朗希望日本在G7发挥影响力 可是日本真的有这样的影响力吗 有 为什么有呢 因为我们知道G7的其他六个国家都是 我们一般口头里面所说的西方国家 亚洲里面就只有一个国家叫做日本 那既然日本是在亚洲里面 可以说是在亚洲一个领导人 而且我们知道日本他在去年 或是说最近这几年来讲 他一直讲一个概念 以G7为主要的舞台 以G7为首来去参加国际事务 所以他们抓住日本这个角色 所以他们才切入日本去跟其他国家交往 所以中间其实你可以看到日本也蛮为难的 因为这个两方最好都不要得罪 因为得罪了伊朗这边的话 万一将来的经济跟原油相关了怎么办 伊朗的改革派总统上台 那中东是不是要变偏了 伊朗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最终是由改革派的候选人 培泽斯基安来胜出夺得了大位 而他过去曾经担任过卫生部长 一直跟伊朗的强硬派意见不合相互攻击 纽约时报在7月7号的时候就进行报导 说培泽斯基安虽然已经承诺要重用 国内最精英的全球主义外交官 要的就是改善跟西方的关系 但其实隐忧就是他的权限大多是在内政而已 另外有专家认为说 现在掌握到政治跟宗教实权的最高领袖 哈米尼他会极力来限制新总统的对外议程 就连这个伊朗的军力什么时候要出动 怎么动用其实都是归在哈米尼 还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 它的权限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就请教杨老师 你怎么看说伊朗是真的有机会 从强硬的反美 可以转而跟西方对价解除这个制裁吗 我觉得他是想要走这个方向 至少在这次选举当中 人民展现了这样子的态度 八千万人口的伊朗 其实从1979年是遭受了美国的制裁到现在 事实上是相当辛苦 但即使如此伊朗内部 一方面他还是维持了一个神权国家的架构 可是他又有总统直选 你看这一次这69岁的前外科医生 也做过卫生部长 他在2001年做卫生部长 他是属于改革派 开明派 然后他得了1600万的票 另外他的竞争对手比较强硬派 得了1300万的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算是反映了民意 那这个民意代表的也就是 是不是一定要说跟西方去妥协 不一定 因为你看到他也跟他过去一直以来 更为严重的宗教跟政敌 就是沙特拉伯 去和解了 而且在哪里和解 在北京和解 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现在同时面临到的 反而是美国跟以色列在面处理这个加萨问题 对整个伊斯兰 对加萨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冲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知道 是不是一心意还要去发展核子武器 还是说同时过程当中 也要去寻求某种的经济的这种开放 对中东的开放 对就是这个伊朗也加上了 加入了上和会 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加入了上和会 这一次上和会 他们也有派代表去 所以我是觉得 整个大的氛围中东地区在松动 那伊朗也不完全像以前一样 是反沙 乌地阿拉伯或反美国 反以色列 可是在这一次的加萨战争当中 他其实这个反美反以色列的情绪 还是很高涨 所以他是有一个高的架构 那个哈米尼他还是掌控的 尤其是那个革命卫队 因为这是伊朗很特殊 他革命卫队是属于这个宗教最高领袖 也在他的宪法架构里面 可是他又是这个总统直选 那但是他代表的这个新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伊朗跟沙 乌地阿拉伯正在努力地往前走 会不会真的有怎么样的成效 我这个要看 我们就要观察 中国大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方向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乐见其成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又真的太忠孝化 或者是太反美的时候 你可能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然后呢 转环的空间会比较小 使得中东的问题更加的激烈化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不助于 无助于在这个中东地区和平的稳固 是 好 说到中国大陆的态度 我们来看到根据新华社的报导 习近平主席是主动打电话道贺 表达中医友好 桌面对到纷繁复杂的地区 还有国际的形势 中医始终是相互支持 同舟共济 要不断的巩固战略互信 那法新社的报导指出 中国是伊朗的亲密伙伴 是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在国际制裁之下 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之一 好 我们就来看到 在这个裴哲茨基安 他主张要缓解跟西方的关系之下 那我们请到大清哥你怎么看说 那接下来中医关系会有变动吗 怎么样发展 是啊 刚才这个永明兄已经提到了 其实伊朗它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伊朗真正有权利的 并不是这个伊朗所名选出来的总统 它最有权利的还是他们 所谓的这个宗教的精神领袖哈米尼 他才是真正有掌握实权的 那你更不要讲说伊朗革命卫队 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不是握在总统的手上 所以你说 这个伊朗新选出来的民选总统 对西方表达适度的善意 某种程度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就会让美国跟西方国家 对他的制裁失去了着力点 到底你要制裁他什么东西呢 如果他现在试图要跟你恢复关系了 那你们还要持续的制裁他吗 那么哪怕是中国大陆 哪怕是俄乌战争前的俄罗斯 他们也没有跟美国跟西方切断关系 所以其实这并不会影响到说 伊朗接下来跟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那么同时要重点的问题是在于说 如果美国仍然持续的放手 让以色列在那里屠杀 这个巴勒斯坦的无辜民众的话 那么接下来整个中东的情势 并不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民选总统 而有所改变 因为现在美国放任以色列去屠杀 纳坦亚胡去屠杀 这个巴勒斯坦已经从加萨走廊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约旦河西岸了 要去做实质占领了 那么这已经是激起了整个回教 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的愤慨了 所以伊斯兰教的民众的强烈的愤慨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要在短时间能够让伊朗跟美国 或者是跟西方国家什么建立特别紧密的互动 我也不认为是一件可能的事情 那么那你更不要讲说 你伊朗在背后所支持的 包含像这个叶门的胡塞武装 包含像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背后都是伊朗 所以就算伊朗不动 就算格尼卫队不动 就算哈米尼跟这个新选的民选总统不动 这笔账还是算在伊朗头上 除非今天伊朗要跟真主党划清界限 然后要放弃这个叶门的胡塞武装组织 否则只要这些人还在 只要这些人仍然跟西方持续的维持对立的关系 说实话 你说要把伊朗特别摘出来 当作没这回事 我也不认为美国跟这个西方国家会买这张单 所以其实这个伊朗的改革派总统 讲讲这个话对伊朗没什么不好 那么你接下来就看美国跟西方国家 要不要接这个球了 好 说到伊朗的军武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从图卡上的右下角您可以看到 最近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这张照片 这是伊朗海军的轻型护卫舰 萨汉德号 在阿巴斯港沉默翻覆 那伊朗媒体证实了这一张事故 但是它没有仔细的说里头的内容 我们进一步来看到这一艘呢 萨汉德号 它的取名是伊朗北部的一座火山 当时花了六年的时间打造 在2018年的12月正式服役 这舰上配有了舰载反舰飞弹 舰载防空飞弹 还有防空舰炮 还有复杂的雷达还有反舰载系统 好 军事方面我们要请教专家 勒根哥你怎么看说这个萨汉德号 它能够隐形还可以载直升机 这是伊朗海军 在三十年之后 终于一次非常重大的进步了 就是说他们开始要在这一种 护卫舰上面装上了 3D相位阵雷达 所以说在改装的过程之中 突然就发生了这件事 船倾斜而沉默 所以大家都不晓得原因 我为各位揭露 它就是在进行改装的工程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三号舰 萨汉德号是属于Muji Muji级的第三舰 它前面的两艘船 我告诉各位它们的下场是什么 第一艘 它突然有一次发射了飞弹 击中了自家的船 就是击中了自己海军的船 就闹了一个乌龙 第二艘是在离海 大家知道伊朗是北边也有海 不过那是个内陆海 是离海 然后南边是阿曼湾 然后第二艘它的姐妹舰 它在离海因为风浪很大的时候 撞到防波堤 结果竟然就这样就沉没了 所以同级舰这两艘舰 它的历史都是很不堪的 那这次就非常用了很大的心思 要在撒汉德号身上 结果又因为人为疏失 在港里面吃 现在不算沉没 因为等到海水再涨 对 它等于是翻了 但是翻了要再把它扶正 再重新把系统装回去的话 它花很多时间 但这艘船它其实是 为什么我要 就是特别讲一个观念 伊朗是一个非常 不对称的国家 它就是讲求不对称 我们不是一直讲说不对称作战吗 说我们应该要不对称作战 伊朗从20年前就奉行这个主义 为什么 它对于就是非常这个正规的 比如说战车 飞机 军舰 它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投资 但它对大量的无人机跟飞弹 投资很多 投资最多的是核子武器 就是说你认为说可能它不是主要的系统的 它花了很多钱 然后对于那个完全就是说绝密系统的核子武器 它花了更多钱 它就是喜欢不对称 它是这种态度 所以你就是说像那个叶门的胡塞组织 都是由伊朗提供了很多无人机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看到这艘船 它今天沉没 那是都是因为人为的疏失 那至于它具有隐形功能 以及它载了很多的系统在它的身上 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 这是他们一个最大的尝试 附带一提 大家还记得我们有四艘一万吨的既得舰吗 本来是要给伊朗的 25年前要给伊朗 是因为巴勒维王朝 寝附了 被伊朗 伊斯兰组织他们把政权给拿回来 所以这四艘船转卖给我们台湾 所以从此以后伊朗海军 就没有真正的对他们的军舰投资过 这次是真的花钱去投资了 但是却有这样子的意外发生 所以我觉得伊朗他们还是要多着重在说 正规武器的真正的发展上面才是 另外我想追问一下杨老师 想请教您这个裴泽斯基安呢 现在大家预测说如果拜登赢的话 顶多美国现在就是维持现状 那如果是拜登呢 那接下来美方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就如果是川普的话 对川普 怎么发展 我跟你讲 我觉得川普根本还没有想到伊朗问题 哦 是 如果川普对他而言 国际的问题其实大概就是中国跟俄乌战争 那加萨的问题在他而言 因为共和党是全力地支持犹太人 支持以色列 所以呢对他而言不是问题 那中东的问题还没有复杂到 事实上是相当复杂 但是呢还没有那么挑战到他的那个智慧 川普智慧 把二二提在后面 但是川普政府 这这里不一样的 一个是领导人 美国总统 另外是他的这个政府 川普政府 我觉得共和党政府长久以来 其实对中东是有个态度的 那就是非常强烈的反伊朗 非常强烈 你看从1979年开始 他觉得你从1979年 我那个时候美国是国力最强的那种时代 你不断地挑战我 他就制裁 你看他对古巴的制裁到现在 都还是这个态度 共和党 那对伊朗绝对如此 而且伊朗有可能会发展核子武器 同时伊朗还跟俄罗斯跟中国 在过去这三年 开始在推动三方的共同军事演习 然后又改善了跟沙特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所以觉得这个绝对不可饶恕 那更不要说他在伊拉克 在叙利亚 在这个就是尼巴嫩 所推动的这一些民兵组织 或者是恐怖团体 到现在美国的军队还在叙利亚 你想想看叙利亚政府 从来没有邀请过美国军队来 但叙利亚那个时候 美国是以所谓的反恐 现在一直维持在叙利亚 我觉得川普政府一定是绝对 非常强烈的反伊朗 对 因为当时的伊朗核协议 也是川普退出来的 对 所以连那个核协议他都不接受了 我的看法跟这个永明老师一样 我也不认为共和党会给伊朗 什么样的好脸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特别受邀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然也和美国总统拜登见面 同时在白宫举行双边峰会 而美日双方也达成了多项合作共事 会后的联合声明也宣布 美日两国将会成为全球安全伙伴关系 达成大约有70项的最新协议 内容真的非常的广泛 涵盖国防 太空 经济安全 人工智慧 核融核能源 以及灾难救援相关的合作领域 当然关于驻日美军的指挥控制权 外界也非常关注 因为是重中之重 这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深入讨论 我先请教石原老师 就是说当然日本的国内 有看到媒体也好 或是说一般的看法 有指出说岸田首相 因为他目前在国内的声势是低迷的 这个民意支持度非常的低 那当然也透过 希望透过这次的出访 能够拉抬一下 他在国内的声望 还有包括他本人的政治实力 您觉得他这次的出访 对于他的民意制度真的有帮助吗 当然他很希望如此 他希望这个他的民调会回升 不过因为他很多内政的因素来说 比较紧急这个月 四月底有州议员的补选 三个补选 如果补选过关 就因为三个补选 民调9月份一定要选出 这个总灾选举 如果总灾选举 如果这次这个三个月六个月 应该三个月民调在第一名的话 当内开始逼宫 因为是日本 应该202510月份一定要改选 所以就提早什么时候改选 当然自民党国会议员来说 比较民调好的老板 总灾比较好选 这个leader很重要 如果这个9月份 应该前几个月 他的民调很低的话 应该很多人开始站起来 那这次出访您觉得 对拉台民调有帮助吗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演讲内容 都还有这次内容 也很好的 不过很多日本国内都很讨厌安田 他就加税眼镜 这个是他的批评骂他的 他都讲到是假税假税 戴眼镜的假税的先生 从您的角度来看 安田内阁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但是这是民调性 因为还有派自民党里面的酬恩 最近有安倍拜失败被解散 派伐一些要退团这些内部的 内部的乱 派系的问题 还有当然这个是整个对国民 对自民党的期待就下降 还有讨厌度也高了 这是他还是能够改变 因为我可以处理这些有问题的议员 就是我还是自己针对国民的期待 我还可以继续领导自民党 或者日本政府 这样的态度 不过是国民怎么样评价是慢慢的 还是我去经济方面 4月 5月 6月再回复经济的话 当然他的民调我相信稍微会回升 所以就说日本国内的民众 其实在意的是经济的提升 对 当然这次出国 当然形象比较好一点 不过是经济如果有感的话 当然对他一定有帮助的 这感觉听起来蛮像跟拜登 现在的处境差不多 因为对外感觉形象都不错 但是对内要主要解决的 国内经济问题 这恐怕是当务之急 不过在这一次的 美日联合声明当中 我们看到有多项的重点 那话题当中 我们也整理给大家 真的是领域又多又广 美国的高级官员也透露说 通常双边峰会大约 只会达成12到20项协议 所以他说这可能是 我们所见过最大规模 因为刚刚提到说 大约有70项的协议 他说这一批实质 而且重大的交付成果 那凸显出这次的重要性 当然也有人定位 这是美日安保条约 从1960年签署以来 所进行的最大幅度更新 所以大使您看到 因为不管是看到 美日两国元首这个峰会 还有包括紧接着 就是美日峰的三边峰会 你可以看到 美国好像是意在 要日本接下一个 扩大跟美方的安保区域吗 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 您觉得 其实就是说安保条约 已经快70年了 这个架构就是在那边的 那他这次也没有动 他的安保条约主要内容 所以这个基本上 你要说有什么大突破 我倒不太认为有什么大突破 或是要负更多的责任 对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美国希望日本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亚太去扮演更重要的军事 还有经济角色 那是对美国有利的角色 所以对日本来讲 对日本的限制 过去的限制把它放开了一点 那我常常就在想说 日本为什么没有航空母舰 日本二次大战以前就有航空母舰了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航空母舰 只有这个加车号出云号 那个勉强说起来就是 怎么说呢 只能算是这个两栖登陆券 四万吨而已 那最近日本的这些两栖登陆券 上面可以放直升机以外 可以放F345 那就到此为止 对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战斧飞弹 我们知道战斧飞弹有很多不同的射程 我看到的记录就是说 大概打1200公里吧 那本来日本是想自己发展的 以日本的科技军事能力发展这种 所谓的中程弹道飞弹 应该是很容易的 可是据我了解的是 美国说不行你要买我的 所以事实上日本之前的话 那你要更看 日本的中程弹道飞弹是不能部署的 日本的这个打击能力 大概就是500公里 对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 就是说日本对 可以说美国对日本的一些 海外的对外攻击的能力 是做了一些放宽 可是你还是看到很多条条框框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架构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是要修安保条约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也来看一下 国防院的助理研究员王彦玲 他的分析 他说过去的美日同盟 是建立在美国政策意图为何 以及日本要提供何种援助 那么比较具有由上而下这种特色 但是未来或许会变成部分由下而上的 和政策塑造能力 换句话说 就是日本的自主性可能会扩大 而日方现在也传出说 随着承担地区更大的防卫角色 因此迫切也需要美方 在日本要派驻一名更高阶的美国军官 好 现在看到美日同盟 当然长期缺乏所谓的提升 这次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层级往上升 那五角大厦的盘算 抽掉第一岛链的兵力部署 加强助像刚才也提到的 战斧飞弹的兵力投射 这种所谓的战略转换 也有看法是说 正好郑重了解放军的下怀 市长怎么看 对于台湾智库学者提到的 说以后可能成有部分 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关系 基本上我是不赞同 战略关系的提升 或者军事合作的关系的提升 并不等于美日关系典范上的改变 或者是说架构的改变 这基本上有三个架构 第一个是日本和平宪法的架构 你现在目前军事关系的一个调整 美国要求日本你要多做些什么 大家不要忘了 这有美国内部政治的因素 美国的立场就是我花了那么多钱 我花那么多资源 你日本你也要负担一些 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你的国防经费要成长等等 这个有国会的压力 有选民的压力等等 那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典范在那边 刚才我们大家也讨论到了 我们举譬如说伊拉克战争为例 后来日本被逼着要派出部分部队支援 可是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完全没有战斗的一个角色 这是和平宪法的一个限制 另外就是美国主导的典范 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跟街大使也都谈过了 这样的一个典范也不会改变 第三个最重要是日本的民意 不管是怎样的调查 日本本土的调查 或国际上的一个调查 九层的日本民众是反战的 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日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主动介入区域形式 或者在美国邀请底下就介入区域形式的 是不可能 除非有一个前提 日本本身受到了一个攻击 比如说冲城受到了一个攻击 刚才主持人提到解放军 的确台湾的智库 尤其是绿营的朋友们 在讨论美日合作的时候 都预设一个前提 认为说这一阵子美日的扩充合作 是为了防止中共误判而清台 第一 不会清台 如果会清台 也不是中共误判的一个结果 即使说习近平要求解放军 在2027年要达到说有清台的一个实力的话 这也并不代表它会清台 这也并不代表它会一个发生 最重要是中共不会误判 我觉得这一点的形式非常清楚 无论如何我要讲到说 美日关系 军事上的合作是一回事 在政治上会决定军事的行为 美日关系在政治上是互相绑手绑脚的 在法律上如果朝鲜有事 美国在冲舍的部队能不能出兵 其实是要日本同意的 如果说台海周周有事 日本应该怎么做 是要看美国的一个颜色 所以两国的关系在政治上是绑手绑脚的 我觉得这基本的限制 基本还是存在的 中东的大战一触即发 是箭在弦上了吗 因为伊朗跟以色列 现在看起来这场大战难以避免 那么在华尔街日报昨天12号的报道 是说伊朗会在48小时内 要对于以色列发动攻击 不久也听到了美国总统拜登 他也说了根据美国的群报 他预期伊朗很快就会攻击以色列 好 就在同一天 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 就是在伊朗背后撑腰的黎巴嫩真主党 也对以色列炮兵阵地 发射了40枚的卡优沙式火箭 美国的情报应该算是准确的 而且也听到了就连拜登都亲口这么的说 说48小时之内 伊朗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我想先问大使的是 一旦伊朗出手 您觉得这个局势会怎么发展 于是就是外议的效果会升高 然后目前很清楚的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 它会变成以色列跟伊朗中间的战争 它情势很难预测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发生大概一个星期了吧 伊朗本来说48小时也没动手 对 那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是在一个 不动手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情势拉高 造成的损害效果才比较大 那以色列已经关闭了28个海外的司令馆 那如果伊朗的打击目标很清楚以后 事情过了以后 它的大使馆又可以恢复了 可是就是因为伊朗一直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这个开始在升高 但是这个决定出手的那一刻 那个关键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就看伊朗 你如果打下去的话 那这个战争就变成整个以色列的目标 跟美国目标就针对伊朗 有可能其他国家会再加入吗 这会不会是 应该不会啦 应该不会 美国也希望伊朗不要动手 因为这个已经很复杂了 那就伊朗来讲的话 它手上是有工具的 我认为它有三个工具 第一个就是它用它的飞弹 第二个用它的地面部队 第三个用它的代理人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 代理人还是一个最大可能性 第二个是用飞弹 那所以地面部队的话 大概不会触动 因为这个太严重了 那我认为它的打击的方式 两种 第一个是打以色列本土 另外一个是打以色列的海外基地 海外的这个所属物 包括它的居地 包括它的什么 包括它的使领馆 还有包括以色列的船只 那就是说 或者由伊朗的这个飞弹指引 伊朗的飞弹是非常准的 那上一次伊朗因为报复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几次 它国内的几次恐怖攻击嘛 它从它的地面发了一个飞弹 打了1200公里 好地对地的 打在叙利亚的这个 所谓穆萨德的总部 那是三枚其重 而且基本上精准度 大概在差不多5公尺之内 所以就看工具是有的 看它怎么样 最符合伊朗的利益 我觉得伊朗现在应该在考量 就是说 是不是要把整个这个 以色列的这一股 这一股沙法之气 引到伊朗的手里来 那这也可能就是说 这是当时内坦亚胡 为什么要去打伊朗的一个原因 那他想把美国拖进去 另外一方面把这个战火延续 那所以就是说 这是一个坑 对于说伊朗应该看得很清楚 那他是不是要照 以色列的这个 所谓的战术目标 去回应 照这个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 内坦亚胡的音乐跳舞 那我觉得这个是 伊朗的一个考量 您觉得美国的态度呢 现在美国也很关注 尤其也提出了警告 美国态度很清楚 第一个你不要打美国 这个跟我无关 跟美国 你不要去攻击美国 这个美国无关 因为美国一被打 美国就要报复 所以美国如果说被打的话 这个事情 美国也很难 很难用一个善了的方式 所以你先不要打我 那也没说你去打以色列 只是说你不要打我 第二个他也希望 伊朗这个时候 不要把事情扩大 所以他找了 沙烏地阿拉伯 找了这个 找了这个 土耳其 也找了王毅 这个布林肯说他打电话 打了好几个 希望中国大陆出手 都希望去劝一劝伊朗 所以这个美国态度是很清楚 那现在就是说 内塔雅胡他设的这个局 就看伊朗要不要跳下去而已 那我觉得伊朗 在这么多长时间考验以来 我觉得他基本上 我觉得他如果打本土的话 打这个以色列用他自己飞弹打 或用来打的话 我觉得可行性都很低的 因为你是等比报复 以色列在怎么打 是打你的海外的司令馆 那你要提升的话 你不就正好给了以色列 更提高攻击的一个口识 所以接下来就看伊朗的态度 还有就是会不会付诸行动 所以国际局势确实是环环相扣 尤其不只是在军事上 在战争面 同样的也相信会连带到全球的经济 包括现在看到是日本的外交政策 会不会因此被影响 法国广播公司他们就分析说 日本长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是保持战略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那么日本跟美国不同 因为在能源上 特别对于中东地区 有非常高的依存度 像是在2022年 日本有94%的原油进口 都是依赖中东的 那先前大家知道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因为对于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 导致日本很难 从俄罗斯买到俄罗斯的原油 当然也使得日本 对于中东地区的原油依存度 就越来越高 那现在万一真的就是以一开打的话 随便老师您觉得 日本要如何确保他们的经济 不受到影响 特别是在它的战略平衡上面 那也看到说会不会有一些变动 如果买不到原油是跟美国买吗 这个还是当然这个战争最好不要发生了 不过这个我们过去的 习有危机的经验 1970年在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的日本习有的备序率 这个自己的克制 应该不到一个月了 我现在看最新的资料是 日本国内要努力这个方面 应该在1979年开始 国家努力的这个备序石油方面的 平衡存量 现在是130 国家部分139天 民间是92天 还有在国外9天 所以大概总共240天左右的石油 如果发生这种的危机 至少有这样的放心一点 不过当然这个物价 还有但石油整个经济的影响很大的 所以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还有顺便说 在那个时候最高兴的 非是最高兴的 借用这个机会 激起河南电的人 因为我们日本国内的 提供的原料 那个能源的 发电力 还有这个自积率 其实只有17% 这是一定需要河南电 可能有人会讲话的 不过是人家来说 这个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 当然日本外交上影响蛮大的 不过过去 这个冲突发生战争的时候 1970年代 当然以前是一遍到美国 后来就突然要 我们需要石油了 这是阿拉伯要外交了 我们叫阿布拉 阿布拉是石油 阿布拉外交了 所以突然要放弃 以色列靠拢这个冲突国家 所以那就受到美国的批评了 所以激活日本很努力的均衡 这个以色列跟冲突国家 不过是这次如果万一发生战争 日本应该面临很大的困难 压力啊 压力蛮大的 不过是最后还是 在战略的角度来说 还是应该 比较配复美国的 所以美国到时候会 如果真的从中东这边 买不到原油的话 美国 还有其他但中东也是 中东不管怎么说原油 刚才就九成左右了嘛 突然倒上美国什么的 还是成本的什么方面 是还蛮大的影响的 刚刚提到说一役战争 现在当然不希望开的 可是万一真的无可避免呢 现在都已经说了 在48小时内 有可能 伊朗要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特别就跟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通常电话 刚刚大使也特别提到了 那么在通话当中 也呼吁北京能够出面 劝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 但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听到他在12号的公开回应是 中方将会继续在中东问题上 发挥建设性作用 帮助缓和局势 但他也提到 尤其是美方 也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句话听起来 其实白话一点讲 是娄子是你捅的 以色列捅这个娄子 但是现在呢 却要大家一起来帮忙收烂摊子 好 可是可以听得到 中方美方 双方的外交是高来高去 在一触即发的一役大战 怎么看这个背后的美中角力 我觉得面对这个事情 中美的关系 重点其实是合作 而不在于角力 程鲁刚才介大使有提过的 这场国际纷争 事实上 美国会有一定的一个 介入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从这一次 布林肯跟王毅通话之后 中方上发的讯息很清楚 就是说美国你会介入 那中国你要帮忙 但是美国你要管好你自己的人 我们这边才能使得上力 刚才介大使有讲过说 布林肯通电话 一夜之间通了好多电话 还包括欧盟等等国家 我觉得美国在这里面的角色 以有内部政治的考虑 因为拜登即将面临大选 拜登必须让他的选民看到说 他有治理的能力 特别是国际上不能在一起纷争的 这一点也是他常常受到挑战 也就是川普对他批评 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尽量的一个平安无事 尽量的让美国民众看到说 他有这样一个调解纷争的一个实力 好 中国大陆的新闻稿宣布说 王毅应邀接了这通电话 好 应邀就表示说 是布林肯主动打的 我被动接的 那应邀或者应约也表示说 我知道你会要求我什么 我这边如果没有三分把握的话 我基本上是不会接电话的 同样是这场事件的起火点 是前一阵子 就是那个伊朗駐叙利亚大使馆 遭受以色列的攻击 大家不要忘了说 攻击外观 以前1999年的时候 美国也有五颗飞弹 攻打中国驻南斯大夫的大使馆 是五颗飞弹 那后来怎么解决 柯林顿至少三次公开场合表达 说道歉 在第一通打给江泽民之前 江泽民是不接电话的 是不接电话 是后来才接的 才接电话 所以你要道歉 也要对方愿意接 那王毅愿意接 布林肯的一个电话 如果说没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把握的话 王毅是可以不接这通电话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各国的一个态度很清楚说 你不能只要求我这边来想办法劝伊朗 你对以色列那边也要有点控管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整个形势 对中美两国来讲都相当的困难 方向很明确 大家都不需要有大战 中国大陆立场是这样子 拜登的立场 基于选举的原因更是这个样子 可是中国大陆在世界局势上 不管是从乌克兰战争一直到最近的冲突 大家都会看到到说 他有心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整个政治实力还有事情他复杂 所以有心无力 那美国不只是说无力 美国连有心这个两次都有问题 因为他说到内部政治的一个牵扯 他的出兵 他的经费要国会的控管 他有两党政治加上有选民的 等等的一个因素 所以是不是能像1999年那样子和平落幕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乐观 那接下来 我觉得就像介德大使讲的 伊朗他在战略上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能提高冲突 可是又不食指的打到以色列的盆土 或许这是一个可以预测的可能 现在难就难在挑事的是以色列 刚才提到说 那美国对于控管 尤其是对于以色列的影响 到底有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能够发挥这么实质的功效 因为现在说以色列不受控 你看达到现在的仍然是非常的强硬 不过美国方面 大家也在做准备 面对这个以一可能即将开打 美国已经紧急调派了两艘神盾级的驱逐舰 进入到以色列的外海 原本在叶门外海的艾森豪号航母打击群 也开往更接近以色列的鸿海北部 来进行戒备 就是要防御伊朗还有叶门的青年运动组织 对以色列可能发动大规模的飞弹 还有无人机的攻击 一双方万一如果真的是开战了 美国会参与的程度 到底会到哪里 大家也在关注 是持续在第二线 作为协助以色列防备的角色吧 应该是如此吧 苏妍老师您的观察是如何 好 这个当然日本这个国外的战争的状况 我们有修改一些法律 那时候就怎么样看待 这个我们就这个台湾的话 台湾有事 什么什么有事 如果在中东有事 日本能够做什么样的事 应该他们的认定来说 如果发动什么集体自威权怎么样 应该是我们他认定是 勉强认定是可以说重要影响事态 重要影响事态 不是那个很多条件 就是说如果那边发动战争的话 可能是目前的日本的法律来说 后方支援也很困难的 对 这个如果没有发生战亂 战争 就会后方支援 像今天这个伊拉克阿富汗 也有战争结束以后后方支援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又发生或者是 所以还不至于到所谓的 中东有事 日本就有事 这样的程度 这个是应该不太可能 目前的法律来说很困难的 这个很难认定的 其实没有明确的 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被迫 因为这个一役战争的开打 而使得日本必须要 还是得选变战 可是这样会不会影响了 原本刚刚我们提到说 日本长期来维持在中东的战略平衡 这是应该 我看中央官 不过是应该难过 目前的中央官后方支援 如果是美国直接介入 跟这个伊朗打起来 那时候日本直接难不让 后面帮忙 还是法律下很多有问题的 重要这个后方支援 目前的中央官 如果美国跟伊朗 直接打起来 日本不太困难 现在这个不可能一起打仗了 因为后方支援还是蛮困难的 人到支援这方面是应该还好 不过是后方 明显到很多 拜日本的支援都在那边后方支援 我觉得现在法律层有点困难 几乎微乎其微 对应该对 我觉得人物件状况 对应该对